其中选举还在开票中 川普背书的候选人选举结果不如预期 让他角逐总统大位的气势受挫 党内开始质疑他身为共和党造王者的角色 甚至直言最大的输家 就是川普是他该走人的时候了 美国其中选举陆续的K票 民主党上演大惊奇 为出现外界预期 由共和党狂胜的红丝浪潮 川普背书的候选人接连败贝他去 外媒报导川普发现选举结果不如预期之后 暴跳如雷对身边人尖叫 尽管事后川普硬拗这是假新闻 但党内开始质疑他身为共和党造王者的角色 甚至直言他是个鲁蛇 是该走人的时候了 民主党表现由于预期 总统拜登笑得合不拢嘴 不断的打电话向圣选者道贺 拜登更首度森口表示 自己可能会在明年初宣布是否参选下一任总统 目前共和党在众议院改选领先 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 深夜智信党员决定要宣布角逐一掌 另外其中选举也发生了意外插取 并终于长期担任众议员的政治人物 选前一个月因为零八流辞世 当时已经来不及更改选票 没想到他最后仍以85%压倒性的票数 死后当选 当地也将重新进行一次特别选举 记者资讯